美国上海同乡会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飞玩出来 太阳上同学 下面有个彩色玻璃跟别的彩色玻璃不太一样 这些是他的旧做的 创俬珍眠 黄瑕中吴 从这边讲到,基本上比较少一点,基本上比较少一点 所以从这边看,这位先生蛮英俊的,跟很高的,这个是后先生的照片 就是他的肖像画,就是他本人很高了,就是他的照片 你说三人太太吗?第一人太太没有照片 最重要的就是第二位,卖 刚刚我妹妹的就是在那边的照片 他给他预约了四个人,我认为大货的钱给他带来了 然后给他个Family的Fortune,来 然后我把这个iPhone过去的照片给起来,然后我们说 你需要这样的故事吧,然后号召家里的人往后捐东西啊 你让他们往后捐,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 拍卖,拍卖的,好像有东西我们发现拍卖至少有他们家东西 就买回拍回来,或者是有些东西很多他都是什么样 我找一个跟照片一样的类似的 这里还有我们另外一位义工朋友,黄仙文 叔兄,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客户 这是一个非常吉祥的日子 上海同乡会,省据会长,跟我是好朋友 不是,我看你什么 很影响,省据会长放一个团来的 里面还有两个团,好多人 对,最亲爱的我们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小小的贵宾团 非常的欢迎,今天我给大家做讲解 我知道这里面呢,我们代广场是来过这边的 他观过的,所以呢,但是中文讲解可能是第一次 哦,对对对 我在这里有一年多了,非常好 谢谢 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植物园叫Pending Views Arboretum 是一个纽约州的州立公园 这里有409英亩的地方 曾经呢,这里是一个很有钱家的家族的这一个 他们的一个庄园 那么呢,这个先生叫做William Robinson Cole 他是很年轻的时候,是从14岁从英国跟随他父母 跟还有他们兄弟姐妹一起移民来美国的 然后他们先到这个费城那边去 他15岁就开始工作 他在一个这个航海保险公司里面工作 一个小公司 然后他就是很能干 他是很优秀的人才 所以呢,他就是在他的行业里面 他从最低一直做到最高最后成了公司的这个总裁 他这个公司,他做了没多久呢 这公司就被纽约市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公司 叫Johnson & Higgins给收购了 所以他就搬到纽约来工作 然后,他这一辈子呢,他就是结了三次婚 他前两位妻子都是病逝的 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的故事 他第一位妻子叫做Jane Falragon 然后,这Cole先生他是1869年出生的 1869年出生的 他呢,他第一位妻子叫Jane Falragon 他们结婚五年之后 这个妻子就病逝了 也不太清楚真正的这个病逝了 叫Brain fever 然后,他们没有小孩 他去世之后 两年之后,他去公干 他坐大游轮到欧洲去公干 在船上面遇到他第二位太太 他叫May Hudson Rogers 这个May家里很有钱很有钱很有钱 因为大家来,这个钱哪里来的 他第二位妻子呢,年轻的时候也到过法国去留学的 他的爸爸叫做Henry Hudson Rogers 是这个石油大王 也是地铁大王 他爸爸是那个John D. Rockefeller的这个partner 是Standard Oil的这个标准石油的VP Vice President 副总裁 然后,还是这个Virginia Railway的这个创始人 这个火车的 就这个,一下想不及了这个 反正就是家里很有钱 他娶了第二位太太之后呢 当然肯定对他本身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然后他们结婚之后 就生了四个小孩 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然后呢 他的岳父是1909年去世 然后他的小女儿是1910年出生的 女儿叫Natalie 三个儿子 你叫William, Robert & Harry 然后1911年呢 因为岳父去世了嘛 每一年的这个太太 都拿到很多的遗产 一年好像当时的数目是1000万美元 是当时的数目 他也赚很多钱 但比起他太太能够拿到的是一个 这个遗产 每年拿到的 但是也是没法比的 有那个设计是叫欧洲 各种一样的城堡 solo那种 才装置他的导物 所以他说得 这个就是 四百元 而 其实他拿到的 你看 雷海也是五百元 钱 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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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是英国来的 所以呢 他要签字的 这个 这个 是叫做 叫做 Toolery Bio Toolery Bio Toolery Bio 然后他所用的 当时是 当时 最最顶尖的 这些设计师啊 建筑工人 那个 那个 做各种手工啊 就是 而且这些 在这边摔牙洗脸 他的风景很漂亮 这个外边全是 东西装卷的风 每天早上起床 摔牙洗脸 他就太清楚了 对 这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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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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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个 后太太呢 他是在 马省的 一个小镇 长大的 那么 他当时架过来 他要把那边两棵树 帮过来 这两棵树 非常非常大 他从小长大 他走过来 然后呢 扣先生就请人了 从船中的康中对线 准备过来 到这边的码头 然后这边的码头呢 都不太窄 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 一万块钱 那是市长啊 把所有东西都拆掉 我要把这两棵树 运进来 所以呢 所以呢 当时就花了钱 把两棵树 在那个 都得的这种 这种 建筑风格呢 是男主人 女主人 他们有分别 分开的卧室 所以这个是寇先生的 你可以看到他的床 这都是当时的这个床 都是这种 比较小一些 你妈妈是这个床 对 这里有他寇先生 他当时捐出这个大都市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 他捐了很多的钱 所以他是永久的这个 会员 就是因为他捐很多钱 他有钱人 他支持着艺术文化教育 大儿媳妇跟大儿媳妇的两个孩子 这里边有个小门通向娘才 这就是中国的洋台 洋台 好吧 大家都看了哈 然后我们一步到 到后再看如何 谢谢 我给到 那样的床 背有这个床 后来这个床 好 好 好 这个门大佑的带有带 大姓大姓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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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扣太太的卧室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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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那个外国的 你说他不是三个太太 外国的 这个三个太太都在这个房子吗 那大太太呢死掉了 年龄时候还没有这个房子 对 他就是二太太设计了这个房子 大家看一看这个壁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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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不是墙子啊 这是画在墙上 画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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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是这样的 我们在那早餐房看到那个水牛那个壁画 对不对 对啊 就是叫山的 是他 这个二主人 就是女主人 美 他请他来画 叫妹 他喜欢鸟 喜欢这个 树 喜欢大自然 但那个那个 山的他是 艺术家 他对这边 鸟 对扇上 对三太太出喜欢 你想吧 他要有他自己的 他当时叫人的把它给拆下来 全部拆下来 卷起来 然后存在他的一个儿子在丁国这个公寓 就后来施火就烧毁了 烧毁 那你们现在看到的是呢 是2010年还是20多少年 哦 2010年又请了一个艺术家 花了100天的时间 照原样画出来的 你怎么照原样 因为当时记得我说 他请了设计师来每个房间都拍的照片 所以这个艺术家呢 他叫什么名字 我忘了 他是专门在改老会画那个场景的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 他在这花了100天 他照着那照片呢 他就把它复权了 对 对 他说什么季节 对 这一年什么季节 最漂亮 他们说有茶花的时候 在四月初就是茶花 茶花非常多一个很大的黄色的茶 不是茶花 就是那个 是 对 对 对 我们在中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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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对 对 很漂亮 是 对 对 是 对 是 五六七 是吧 一年到四点 对 我要在花园里 我去八块钱 我就把花园里 是随便 在里面行 对 花园里 平常 你这里面就来过一次就知道 那是花园里 你去点 Modern 你去吃 妈妈 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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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點 你快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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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